偶爾做做這個東西 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那如果也要喝 那個有蠻很多步驟的 那我還有一個快速的問題 當然我最近因為壓力比較大 大概這十天 我這邊半邊的頭 老是覺得好像好緊 好像好多東西在我這個裡面 當然我因為我媽媽最近生病 所以我覺得蠻擔心的 我常常睡不好覺 這是近況 但是我一直都有膽固醇 三村甘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現在就有點怕說 這個會不會影響 在我現在壓力很大的時候 所有的這個壓力大等等 是我們人體自己的一種神經系統的東西 你感覺到壓力大 當你會感覺到壓力大的時候 是表示已經好很多了 對怕就不感覺到壓力大 你不感覺到壓力大的話 那就是幾乎是沒有辦法去 所以呢 那一般你會有肺活動等等 是因為你的某一個姿勢 造成這樣 或者是因為你在做某一件事情的話 一直做還沒有讓它足夠的休息 沒有讓它足夠的行 對 你如果是做讓它足夠的行動動作 它就不可以 壓力再大 壓力比你大了 可能還很多 我就是以前都沒有壓力 日子太舒服了 沒有什麼讓我擔心的 然後這堆的事情 突然這樣讓我看 對啊 那你這樣子很好 至少你先生當時都沒有壓力 是 我是蠻好的 你看他剛做一陣子 他就做不做 我知道 你等一下 等一下我可以示範給你調整 好 還沒有別人 OK啦 好啦我先開始演講 沒有問題嗎 他沒有特別問題 我沒有特別問題 他只是說他是不是有時候 都是嘴巴裡面長針 就是 Kekersore 我常常會有那個Kekersore 就是有點像泡枕的 白白白白的東西 就是 譬如說這幾天就開始比較累 或者有感冒 然後呢就開始 嘴唇 我隨時都戴著護唇膏 但是呢 你就會開始覺得會 有一點 翻力 所以都要吃 皮脹的問題 皮脹的問題 在週一來講 你嘴唇是問題 就是皮脹問題 是嗎 不一定是嘴唇嗎 不一定是嘴唇 有很多電話 如果是像 起泡泡的症狀的話 那是嘴唇的濕疹的話 這是立個性禁毒 那醫生是說 類似像靠枕 就是像靠枕一樣 那他留在你身體裡面 那一區都在討論 然後他說什麼 上面 關節也有 他就說 意思就是說 他一直潛不在你身體裡面 那你身體的狀況 就比較 weak 所以你要保持好的 要保持很健康 我知道 對對對 要吃多 睡多 喝多 所以就是你有好命可以享受 就是沒有 所以老是辦 老是辦 就是 我們都還是聽醫生跟我們一些指導 然後要做不做 你就師父臨進門修行課 那當然 那是會注意一下 那我想我們趕快一起 來 我來開始告訴這個